原神梅双子剧情 4.5千只传说任务 四切甲之章 当他们谈起今夜合集第二部分剧情 嗯 一大早就被特训队护送走了 路上都顺利吗 挺顺利的 护送的队伍可威风了 特训队以护送重要人物的架势 把起梁梁围在当中 稳步行进 四媒会后半程也在纳维亚的带领下 来了不少人 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开始就为起梁梁侵入 保证他走起来 连一块个爪子的石头都没有 听说纳维亚最后还当场 做了好多马卡龙送给起梁梁 也算一种风担伴手礼了 听起来他倒是玩得挺开心 可不是吗 他说这次时间短 没准备什么豪华的东西 恰此还想再送一回呢 天真你和纳维亚有些地方还真像 直来直去 想到什么就会去做 恐怕这也是我俩关系好的原因吧 那位大小姐身上 天生有种反抗的精神在 不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不会低头 我喜欢那股劲 这也是我的品牌理念 当他说想再牵制雾定制衣服的时候 反倒是我高兴坏了 哦 就像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品牌代言人一样对吧 没错 顾客除了关注你衣装本身之外 还会关注谁穿了你的衣装 类似于希望自己也成为那类人的感觉吧 我还以为衣服只要好看就行了呢 如果想要这衣服蜂蜜提瓦特的话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不知不觉都聊这么久了 对啊 正是正是 我们可是来做模特的呢 我去拿屁布和样衣 你们先帮我把店内布置一下 怎么布置啊 就是把成衣按种类和款式进行合理排布 这样能保证顾客每天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哦 原来开店也有这么多讲究 那么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总之 就是把款式看起来差不多的衣服 摆在一起就行了吧 把成衣按种类和款式进行合理排布 看你们的了 你们 该不会是同行派来我这里的吧 这个布置 算了 虽然看起来杂乱无序 但就当换个心情吧 说不定这种风格 以后哪天就流行起来了呢 好了 接下来 干正事 你们过来这边 站好 别动 我先量量尺寸 打扰了 清智小姐 这不是黎安吗 最近家里还好吗 都还不错 你的礼服下周就能做好 不用担心错过舞会 还是说有什么新要求吗 哦 不是的 千智小姐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要 取消那件礼服的订单 取消 哦 当然 定期你还是留着 我知道 已经用掉的原料 退不回去 这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黎安 计划有变动 哦 这个 好了 我不是在为难你 订单取消的事我知道了 实在抱歉 别在意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尽管说 他的样子有些怪怪的呢 也不愿说为什么要退 这没什么 偶尔是会遇到这种情况 家里突发变故 没钱付尾款了 感情突然受挫 对方不请你去舞会了 大多就是这类原因 看他的样子 恐怕不愿和我们说自己的难处 我就不追问了 不过这样的话 千智应该有更多精力 来做时装周的衣服了吧 这倒没错 来吧 我们继续 千智小姐在吗 什么事 那个 我想退下这套衣服 这是为什么 这 没有为什么吧 不是说不合适的话 可以随时退换吗 哪里不合适 袖子短了还是颜色深了 我帮你改也行 这就别管了 你帮我退就是了 我没说不能退 但我至少得知道为什么 千智在吗 我这件衣服要退货 怎么又来一个 喂 是提瓦特要爆炸了 还是风单又要沉了 预言说不穿衣服的人 能逃过一劫吗 不可能所有人都挑着今天 来我店里退货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卖着我们的都是这什么意思 这不都是和罪犯合伙开的费店吗 侍卫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他都在说些什么呀 你们还不知道吗 千智乌和那些罪犯的关系 不清不楚 这都写在报纸上了 是哪家报纸敢这样信口开河 你就说吧 这些布料是不是从哪家黑心工厂里运来的 我早就发布过声明 证明我的用料没问题 连这种谣言都信的话 我看你还不如相信 不穿衣服能逃过一劫的那个预言 你 埃洛福 千智小姐 去外面帮这些客人处理他们的退货申请 不用问原因 原价退还 好的 处理完后挂上牌子 今天休业 我明白了 千智 这明摆着就是捕风捉影虚构出的谎言 不用去管 过几天这些荒谬的声音自然就会下去 分散我在风担时装中的经历 才是他们的目的 现在最好的对策就是不去管这些破事 专心做衣服 说是这么说了 但我总有些担心 回应质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实力说话 等他们看到我在时装周推出的新品 自然会打消疑虑 千智小姐 不好了 还让不让人静下心来做衣服了 说吧 又怎么了 是给千智屋提供饰品的供应商 他们刚才派人传来口信 说时装周期间饰品暂停供应 什么 所有饰品吗 包括之前预定的也是 传信的人是这么说的 那拜托他们找的模特呢 这个 恐怕也 连供应商也受谣言影响了吗 传信的人还在吗 已经回去了 饰品 就是衣服上的凶针和领结什么的吗 不止如此 装饰用的宝石 金丝 绸带 每一样 都是为衣服点缀上灵魂的东西 那岂不是 没了这些 就做不出时装周的衣服了 埃洛福 你留在店里 我亲自去找供应商谈谈 我们还可以做你的担保人 向供应商解释 你的衣服绝对没有问题 好 那就辛苦你们了 我知道千枝小姐为这次时装周付出了很多 希望你们的商谈能够顺利吧 话说千枝应该真的只是去谈谈吧 当然 我不会对合作伙伴动手的 更何况是能讲通道理的人 谁呀 维格尔 我是千枝 我们合作那么久了 至少开门让我把话说清 你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稍微顾及一下社交礼仪嘛 信誓就是为此存在的 社交礼仪从没给我带来过什么好处 能见面说清的事 干嘛费那么多金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反正都是些无聊的猜忌与污蔑 我一眼都不想看 我劝你也少看点 你说的对 我平时也就指定了蒸汽鸟报 其他根本不看 这些谣言是蒸汽鸟报上写的 没有没有 是那些二流的时尚小报上写的 那不就得了 人们没多久就会感到逆烦 用得着连时装周的饰品都不给我吗 所以说 这次不太一样 有人买通多家报社 同时刊登了那篇文章 还故意在每家人门口都放了一份 我就是这么读到的 每家一份 也就是说 这是预谋已久的 看来这次 你的对手是出了大价钱来搞垮你 报纸上还附了你的画片呢 什么画片 就是你昨天在街上教训人的画片呀 昨天 难道说 又是恶射那家伙 给 我这里有一张 你们拿去看吧 千只物如一只幕后巨手 和这些恶人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千只这个品牌 让罪犯们看到一种希望 那就是法律所禁止的竞争手段 能够在意料的遮蔽下获得成功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想妄自评论 但那画片拍的 的确会让人觉得是你的不对 就是 明明是他 谢谢你 派萌 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没错 舆论可没有法学位 不得不说 这次你的对手下大功夫了 还把我老爹 带过梅洛彼得宝的事都挖了出来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往日的罪行 就像沾到衣服上的泥一样 在时尚界级群人眼中 永远也洗不掉 他们说来你店里的都是罪犯 充满你衣服的人 就和你的品牌一样 喜欢清算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 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笑了 这可不是能笑得出来的事 或许的确有罪犯来过你店里 或许没有 又或者他们是买完你衣服之后才犯的罪 但这篇报道虚实交杂 极具误导性 甚至还找人实名作证 不是过几天就能消停的那种舆论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维哥 我们可以在风担时装周的会场上 堂堂正正地打败他们 要是我还年轻的话 可能会帮你吧 不过 我现在老了 脑不动了 还要顾及自己的家庭生意 我不是要永远和千之物断绝合作关系 但时装周期间 我不想让自己看店的女儿 被留影机和闪光灯包围 我理解了 听我这个合作伙伴的一句劝吧千之 这次时装周就算了 明年再参加 弯弯腰 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怎么认识你的事 我怎么做是我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脾气 让你到了如今的境地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脾气 成就了千之乌呢 也对 那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 模特那边 和我一样 他们都不想引火上身 明白了 你都保重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少了饰品 我原本的设计就不成立了 可恶 气死我了 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呢 而且那些罪犯 根本就和千之物没关系吧 完全是千抢富贵 舆论从不管对错 他们只在乎声音 听起来响的那一方 哼 失算 恶射那家伙太了解我 昨天那一出 也是他量身定制的陷阱 总之 我们还是先回去 旅行者 派忙 夏洛蒂 你怎么在这里 还不是为了找你们 你们看今早的时尚类报纸了吗 如果你说的是那篇胡说八道的文章 哼 我们刚看完 是吧 我也被气得够呛 那篇文章的作者知道争气鸟报 不会刊登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 就买通了其他所有能买通的报社 我可不想让千知小姐继续背负污名 正准备找人采访 写一篇反驳她的文章呢 我最讨厌搬弄是非的人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有夏洛蒂帮忙 说不定我们在舆论上能搬回一场呢 这都是应该的 我和千知小姐有过交集 知道她绝不是文章中的那种人 我的刘影及温亨廷先生的帽子和领带 就是千知小姐定做的 说到千知小姐 她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我听埃洛福说你们是一起来的 刚才还在呀 可能往那边走了吧 我们追上去看看 依我看 这次千知屋是开不下去了 都瞒着顾客干出这种事 当然开不下去 你别说 我还真去过千知屋买衣服 真的吗 到底怎么样啊 那老板看起来的确挺凶的 你想到可能和孙愤经常打交道 我现在都后怕 跟丢了 你们听到路上的那些话了吗 为什么大家会把那些事当真 千知小姐平时不喜欢抛头露面 不会主动参加什么采访 大家很少有机会了解她 而且她处理事情的方法 有时的确比较激进 不知道的人很容易就会被误导 那个叫恶射的人也太坏了 我现在都想去把她揍一顿 你们说千知该不会真去揍她了吧 要真这么做的话 事情会越发往不利于千知小姐的方向发展 我相信千知小姐也懂这个道理 好吧 你说得对 我们还是先回千知屋看看吧 埃洛福 我们回来了 这位是 这位是莱提西娅小姐 她也是来找千知的 你是昨天来拿婚纱的那位 该不会连你也要退货吧 不不不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是来感谢千知小姐的 甚至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帮上忙 看来你也读到了那篇文章 嗯 其实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原本都以为自己穿不上这套婚纱了 说什么事了吗 我的未婚夫是位商人 生意马马虎虎也还凑合 她向我求婚之后 就带我来千知屋定制另一套婚纱 可能因为 我老是不自觉地说起千知屋的衣服有多好看 梦想着 能穿上千知小姐定制的婚纱吧 后来呢 后来 她的生意出了些差错 资金突然告急 我们东拼西凑 总算把债还上了 但却没钱支付婚纱的尾款了 但昨天千知好像说 订金的钱够用呀 嗯 我来推订单的那天 千知小姐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都和她说了 她听完后 叫我不要担心 说婚纱一定能做完 钱也够用 一定会让我在婚礼上 穿上千知屋的衣服 那不是挺好吗 我知道千知小姐 她说一件事 那件事就一定会办成 嗯 但昨天我回家之后 实在没忍住 拿出来穿了穿 结果 我卫婚夫突然进屋 她当场就愣住了 啊 真是可惜 明明应该是婚礼上的惊喜 但问题不在这里 她经商这么久 看的东西多 立马断定这套婚纱的价格 远比我实际买回来的价格 贵得多 啊 也就是说 嗯 不论是用料 装饰 衣材的版型 还是上面的宝石 千知小姐用的 都是最好的品质 哦 蓝铁西亚小姐 刚才的这些话 你不介意我付上你的名字 你用进文章里吧 啊 啊 如果这能帮上千知小姐 我当然不介意 我觉得一定能帮上 这比那些 无中生有的诬告强太多了 对了 千知她没回来过吗 诶 我还以为 她和你们在一起呢 啊 怎么会这样 埃洛夫 你知道千知她平时 还会去哪里吗 这个 哦 我想起来了 千知小姐 以前遇到不顺心的事 都会去一处海边的悬崖上散心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我继续采访 来提西亚小姐 旅行者和派蒙 去找千知小姐 好的 我们这就出发 那么 在你看来 千知小姐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呀 虽然有时说话不好听 但实际 却在种种细节里 照顾着她的顾客 千知小姐不是那种轻易气馁的人 她只是 需要一个地方安静的思考 可不信 不许多 可不许多 果然在这里 千枝 你们怎么知道 是埃洛福吧 别难过千枝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刚才来提西亚还在找你呢 说要谢谢你给他做的婚纱 我没再难过 只是想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顺便散散心 要来这边坐坐吗 风景很好的 放心 掉下去了 我接着你 好吧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 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 安静 开阔 没有烦人的报纸和吵闹声 只有美丽的景色 我懂我懂 偶尔从那些烦心事里抽身出来 还是很重要的 小时候 家里管我管得不严 爸妈都开玩笑 说我这性格就是他们惯出来的 我会和其他孩子一起爬树 一起到洞窟里探险 有一次 甚至还擅自翻进神里家的院子里 被人提了出来 真是想象不到 但尽管是这样的我 也会在做针线活的时候安静下来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小孩子在纷繁夺目的布料里 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好像多少能够理解 爸妈看到后 就把我送到了 到期有名的裁缝师手下学艺 结果他们全被我气走了 一个不胜 你小时候这么调皮吗 不是调皮的问题 是我做衣服的时候 经常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和那时的传统观念很不搭 而且我也不想毕恭毕敬的 去帮那些趾高气昂的大人物做衣服 这么一来二去 就没人愿意收我当土地了 连愿意收我当苦力的裁缝店都没有 怪不得你会离开盗窃 走之前 我气鼓鼓地向那些老师发誓 说总有一天 我品牌的名字会响彻整个提瓦特 的确是了不起的梦想呢 那之后 我就一路来到了丰丹亭 这个人们口中 时尚与艺术的城市 一开始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 尽管只能住很小的一间屋子 但我可以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 那时我眼中的时尚也很单纯 只要好看就会被人推崇 简单的跟见了鬼一样 但现在哪还有简单剩下 只剩鬼了 你说来替西亚吗 穿千枝设计的婚纱是我的梦想 那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说 没想到 在我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 不知不觉间 竟成为了能够实现别人梦想的人 好了 散心结束 该考虑解决对策了 哦 完全振作起来了呢 说了 我一开始就没在消沉 我觉得应该先去找找恶射污蔑我们的证据 还有他故人犯罪的证据 夏洛蒂已经在帮我们写反击的文章了 到时候可以把这些一起刊登到蒸汽鸟报上 虽然我不太喜欢打舆论战 不过好吧 既然是那位记者小姐出手 那我也不拦着 我知道恶射服装工厂的地址 可以去那边搜集一些证据 好 到时候我们也一起 至于这次风单时装周 千枝你不要太难过 总会有下次的嘛 嗯 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是既要找到证据 又要参加这次的时装周 可你不是说之前的设计全都用不了了吗 关于这点 我的确还没想好解决办法 但 不瞒你们说 每次看到风单的海 就会想起稻妻 想起我对那些老师放下的狠话 想到这些 我就一步都不愿意输 海 千枝你说什么 海洋 贝壳 山湖 我想到了 啊 想到什么了 走 我们往海里跳 喂 千枝你等等我们呀 行 我 发生什么了 怎么二话不说就跳海呀 派蒙 你觉得海里最漂亮的是什么 我可能会选幽光星星 珍珠 珊瑚 还有 我懂了 牵着你是想用这些来做衣服的饰品 对吧 既然知道了 就帮我多踩一些吧 包在我们身上 这些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我可是把最好看的都拿走了 珍珍 你看这些够了吗 看起来都挺不错 我自己也踩了不少 应该足够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做衣服了 不过回去之后 还有别的事要做 这下饰品的原料就有了 接下来 就是根据现有的东西 重新设计几套衣服 重新设计 这真的来得及吗 不睡觉的话 应该来得及 不睡觉怎么行 总觉得这对话在哪里发生过 那是谁 一个爱加班的朋友 不管了 总之不休息是不对的 只是开个玩笑 但不论如何都要赶上是肯定的 简直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参加风单时装周的事 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帮我把店里的衣服全撕了吧 好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没听错 把店里的成衣都拆了 我第一次参加时装周的时候 没那么多钱 手边的布料少得可怜 为此 我只能把从到期带来的随身衣物全都拆了 大块的用来做缝布 小块的用来做装饰 店里的衣服上 其实也有许多现成的饰品可供使用 但这些可都是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 我知道 就算是要亲近所有 我也绝不会向那些人低头认输 我明白了 那 那我们可真拆了 客气什么 我又不会讹你们 平时要是有人这么做 可是会被我丢到下水沟里的 尽管拆吧 就当发现发现 拆得漂亮 这应该就差不多了 天真 你没事吧 抱歉 我现在才敢来 你 你店里怎么都成这样了 这都是谁干的 那群家伙 不但在报纸上污蔑你 还来你店里捣乱 告诉我名字 四眉会保证让他知道 没衣服穿是什么感觉 那 那我要你先冷静 你们在演什么情经喜剧 是我让旅行者拆的衣服 为了回收利用布料和饰品 诶 是 这样吗 那是我太激动了 刚才的话 你们就当没听见 没听见 那我要生气起来 也挺可怕的嘛 没人比我更讨厌身边人被冤枉了 更何况是被故意陷害 你俩关系还真不错 那是当然 先知屋的衣服这么好看 次眉会现在的礼服 基本都是在这里定做的呢 你倒是把制服也交给我做呀 哎呀 我知道你不喜欢做这种 规规矩矩的衣服 所以才不麻烦你的嘛 先知的情报帮过我们不少忙 在次眉会眼中 这里比起服装店 更像个情报屋呢 我倒希望做个正常的服装店 你就说吧 需要次眉会帮什么忙 方便的话 叫几个心系手巧的人 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吧 我这两天要开始赶工了 没问题 早安排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 参加这次时装招 什么时候开工 我也来帮你缝 不用 我有其他事需要拜托你 尽管吩咐 另外 旅行者和派蒙 能请你们帮我去给林尼和林尼特 传个话吗 我也需要他们帮忙 我采访完了 千知小姐回来了吗 这 这店里怎么这样了 这都是谁干的 告诉我名字 我明天就让它登报 居然还能再来一遍 现在这些衣服怎么处理 要搭把手吗 先按布料分类 然后再各自按颜色分类 饰品拆下来单独放一遍 听着不难 我也来帮忙 这些衣服才能够赶紧 差一点点就不在了 我们刚听说了报纸的事 正打算出门去找千知小姐呢 千知小姐以前帮我们设计过演出服 还赞助过我们的表演 她遇到困难 我们也想为她出一份力 那真是太巧了 就是千知让我们来找你们的呢 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不要客气 是这样 只做这些就足够了吗 对我和哥哥来说 小猜一点 听到你们这么说就放心了 接下来应该就差找到 恶射做坏事的证据了吧 千知说这两天先不要打扰她 等衣服做好了再去 两天后就是正式的时装秀了吧 真的来得及吗 千知说她想先在时装秀上比个高下 然后再反击舆论 说这叫 双管齐下 先礼后兵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明白了 那就相信她的决定 我们回去准备准备 到时候会场上见 拜托你们了 我们也按照千知交代的 两天之后再去恶射的工厂 与她会合 搜寻犯罪证据吧 希望做衣服的过程 一定要顺利 记得关注再走哦